今天是311福岛核灾十周年 十年前的今天 日本发生大地震 引发大海啸 冲毁了当时的福岛核电厂 引发大规模的核灾 这不仅冲击了日本 也冲击了台湾 除了灾害的场面令人震撼 很多的社区家庭 也因为核污染而被迫搬迁分离 如今 时间已经过了十年 日本政府已经投入超过30兆日元重建 但是进度依然落后 仍然有4万多的日本人 被迫过着避难的生活 没有办法回家 而且灾区的产业 也还没有恢复到往日的元气 民进党在昨天有公布一份 在3月8号、3月9号所做的民调 民调发现 311福岛核灾已经过了十年 台湾仍然有73.1%的人 不知道台湾的核电占整体的发电不到10% 有61.3%的人不知道核四厂是盖在断层带上 在进一步询问更发现 有近7成的台湾民众不知道 今年8月我们将进行国民党所发起的重启核四公投 关于重启核四的问题 民进党的这份民调也显示 有约8成5的民众赞成 重启核四之前应该先解决核废料存放的问题 另外 有超过7成的人不支持 核四厂在耐政系数不足下重启 福岛核灾发生之后 反核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 民进党也正式把非核家园的主张 纳入十年政纲当中 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 把在野时的能源主张 落实在执政的每一天当中 我们启动了能源转型 让绿电激起直追 光电开始有效率的推动 离岸风厂从无到有开始兴建 全世界再生能源的厂商 都感受到台湾推动绿电的决心 也带来大规模的投资 这份民调也显示 有超过七成以上的台湾人民 支持台湾目前的能源转型 更有高达八成以上的国人 支持用绿电取代核电 蔡英文总统昨天已经明确的宣示 核四绝对不是台湾发电能源的选项 第一个原因是 核四的安全不可行 第二个原因是 核四重启将耗资费时也不可行 民进党在2016年执政后 全力推动能源转型 光电风电的比重逐步增加 大约再到五到六年的时间 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 可以达到20% 台湾正在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 政府团队不仅要跨部会的一起努力 更要结合政府市场和民间的力量 争取更多的支持 让再生能源发展能够更顺利 第二个原因是 第二个原因是 感谢观看